哥登为什么不敢靠近姐姐 哥登作为老小来到这个家的时候 可没被哥哥少做规矩 但是慢慢的咪咪发现 就好像是只傻刀啊 渐渐的大爷也就担任起了奶爸带娃的角色 加上哥登特别会用嘴去讨好别人 他俩也就成为了好兄弟 可是 咪大爷是我们喵喵的男神啊 大家都知道三个人的友谊是不能长久的 外加哥登小时候确实不太聪明的样子 姐姐真的是恨不得看到一次就打他一次 所以就造成了哥登只要看到姐姐就会绕着走 哥登长大了之后总以为自己可以报仇了 你像小菜 然后呢就改成了在背后偷袭 直到今天登妈都没有放弃他们俩 想缓和一下姐弟的关系 你不凶吧 不敢看姐姐 往前一点吧 往前一点吧 跟姐姐要好 妈我手里放弃吧